他们家不像我们这么大行小叫 很值得他们也许娶了别的 对他一直保持他家庭 那我不喜欢啊 我喜欢讲真话 周定凯大概没当病 当完病回来开了个店就讲 爸爸好做做 我是修工电梯的 像我讲 弟弟你来来来 这是谁啊 你怎么走好了 爸爸抽个烟 定凯 我要你来一下 我要你来一下 周定凯过来了 然后再抽个烟 这是什么安可 他是什么什么地方来着 周定凯你跟我讲这干嘛呀 我来钢琴要等到我去谈呢 周定凯现在真的哦 背后都是跟我讲爸爸这个酒 就说爸爸一站出来 真是 一喝了酒 爸爸就控制不了了 我们都是为了不是要管他 是你的形象那么好 你喝了酒就减分 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对不对 但是现在弟弟 可是呢 他都是把爸爸买这个买啦 搞这个搞那个什么的 哎 他每次背后都是跟我讲 妈 那个你家娘偶尔来的话 你也可以不要跟爸爸来 因为爸爸一来的话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你这么老了 我就跟他讲 我现在换了一批人了 我上班族了 嗯 他以前比较大丢 他又跑到一盘 蹲到旁边讲话 哈哈哈哈 你讲什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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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骗你们 其实都不是为了讲 为了是对他坏 是你明明可以八十分的 嗯 对 我了解四娘你讲的 还有 四娘你根本电视台可以开语台 四娘可以开讲 没有 还有最后 我为什么不会生气 他这些都会 哎 只是说 我不在那像以前那样喜欢 不要说爱的喜欢 哈哈哈 哈哈哈 不是不是 我为什么会这样 都是原谅他 嗯 周术是一个内心很寂寞的人 所以是让你们很寂寞 对对对 为什么呢 哎 以前我只是想要讲 我一句话 我现在想要 周术真是好 真是很好 老实 可是你看 禁到某一个程度啊 你再也禁不了 他就是突然 有时候跟五大国边讲 你小姐 侯选你妈妈 有时候跟大国讲话 又讲得太亲密了 我也觉得大国那种聪明人 你逗了八个圈子 还没讲到主题 他也能乱烦 他有时候讲 其实有时候叫他收个东西去陪大舅 我可以陪大舅 我说不用 不用 不用 你说 两个点 大国好不用休息 而且他一讲大国 还倒茶干嘛 都还没请这小舅 然后你讲的是 就是层次太高了 像我们以前那个外国人英国来 我对他们怎么接待 搞不到大舅嘛 不是 大舅的话题 他去跟那个大舅妈讲讲 有时候大舅妈 也是 他就淡舅